我们上一次课 我给你做了一个演讲的示范 告诉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 制作幻灯片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这次课 我会把上一次课 结合我的演讲内容 制作的整套幻灯片的一个流程 整个的从头到尾的一个手法 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让你知道 我做一套幻灯片 都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手法 用了什么样的一些理念 所以这次是制作一套完整的幻灯片 整个的一个过程 好 现在我们看到上次课当中提到的 以正确方式制作幻灯片 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我选用了白底黑字 因为我们已经说明了 这个就是对于幻灯片制作的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正确 所以我在这里边 就不用过多的那些什么背景 什么对文字的修饰等等 就是白底黑字 那么这个字你会发现 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你会发现它怎么 为什么不写在一个对话框里边 为什么不写在一个编辑框里边 而要把它分开来写 因为你会发现 当我去做展示的时候 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第一步 你看有这么一个动作 因为有这么一个动作 所以我要把第一页当中的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和以正确方式制作幻灯片 下面的第一步做分开 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注意看一下 第一步 有一个Cube 就是立体翻转的 这么一个动画 动画 然后这两页之间 用一个什么样的过渡动画效果 Dissolve 就是淡出 它出来 接下来 你会发现竹子稿出来了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这个竹子稿 这个字 分开的 这个底 为什么这个底不是白底了 而是灰色的底 原因在于 你看这个灰色的底 这灰色的底 这灰色底 实际上是因为突出白色的纸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纸 从右边移进来 然后这个字出来 注意 这个文字和这个纸 实际上是分开的 我把它成组了 我也可以把它给分开 不成组 这是字 这是纸 那我把它成组的时候 再让它用一个什么 Move in 从右边 从右边移向左边 然后这个字呢 出现是Scale Bay 这么一个动画效果 让它出来 好 为什么这个字和这个纸 要分开 为什么这个字和这个纸 要分开 我一会儿要稍作解释 现在我们看到 在这里边 我要把这个纸 放大给你看 所以你知道 这两页之间的过渡 用了一个什么呢 用了一个MatchMove 神奇移动 也就是说 在这页上 我要把刚才那个纸 把它给放大 所以我把它成组了 现在我把它缩小 你会看到 缩小回来 缩小回来 这个纸缩小了 但这个字没缩小 所以你要分别把这个字 和这个纸都把它给调整好 然后让它有放大和缩小的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 只要你把这个纸不做变换 字放大 字号变大 它仍然可以用一个完美的神奇移动 呈现出来 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效果 看到 接下来这个纸给你放大完了之后 要缩小 所以又把它缩小回来 仍然是MatchMove 然后把这个纸 位于这个位置放好 你会发现 下边这一页 33页和32页 怎么一模一样 是不是一模一样 不是一模一样 你看 32页这些还是成组的 看到没有 还是成组的 但是33页上面 这些字都变成一段一段的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我整个这个幻灯片 让人比较有印象的 就是这么一个动作 你看到 现在我告诉你 为什么它要分段了 记不记得这一页 就是说 我说很多人写完了竹字稿之后 就把这个竹字稿的内容 放到一页一幻灯片上面 就形成了他自己的幻灯片 这么一个动作 实际上这当然是应用了 神奇移动的 这么一种动画效果 但是你注意 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拆散的话 它就不可能形成 这个神奇移动之下的 这么一个神奇的效果 是吧 比如说 我把这一页删掉 我用这一页 来形成这个神奇移动 那你看到 比如把它改成神奇移动 但是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不能出现刚才效果的 原因就在于什么 原因就在于 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是打伞的 它才能去到不同的位置 OK 我希望我能解释清楚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 你用上一页来做神奇移动 这东西整个是一块的 它怎么可能会打伞呢 所以在这里边 用一页过度 来把它假装打伞 不是假装打伞 用一页过度 实际上是为了打伞它 但是我让它用一个 看不出来的一种效果 用一种 弹入弹出 然后直接过度到这一页 好 接下来看到 这一个灰色的色块 然后这是刚才的 这就是白色色块 这非常简单 这是非常简单 把它放在这一页一页上面 然后黑色的色块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眼镜出来的时候 看不到后边的 看不清 后边的白色的字 如果你把这眼镜 直接放在这上面 那就有问题了 那就有一个视觉的干扰 我让这眼镜出来的时候 后边黑掉 后边黑掉怎么黑掉呢 弄一个 画一个色块 这色块就在这里边 这样弄一个 然后把它调成灰色就可以了 调成灰色 并且在样式上面 给一个80%的 这么一个补透明度 比如把它拉到100% 就变成全黑的了 那么变成80%左右的 什么一个灰度 接下来 你会看到 实际上 你会发现 这一页和这一页 这两页 然后让它有一个 desolve 渐变 这个渐变 也就是说 让黑色的 让它渐变出来了 渐变出来之后 这眼镜落下来 眼镜用的什么动画效果 scale 然后接下来 你看到 进行到这个步骤 眼镜又没了 说这是给人讲 这是给人看的 然后也有一种给人讲的 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了 只不过这位眼镜不是scale了 而这回这话筒不是scale了 而是什么move in 从下边移进来 因为它有个话筒杆 实际上这话筒下边还有 是吧 下边是这样的 我就让它在这里边 基本上比较居中的位置 接下来 这比较让人有印象的一页 就是让人看的幻灯片 一页一页的 接下来怎么变成 给人讲的 好 先把让人看的这一页一页的幻灯片 把它这个位置固定好 然后在这里上面 你看这个人 实际上跟这个白块 和这个白块实际上是同一个白块 然后把这个人把这个图都放在这个白块 上面就假装一页一页的幻灯片 实际上这都分开的 这都分开的 这都分开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到这个动画效果是什么 这个动画效果 这个动画效果就是我们发现 object pop就是叫什么 叫做对象的一个弹出 那么这个对象弹出 实际上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来 来看这个object effect 有很多的这种动画效果 比如说这样也可以 或者是flip转过来 这也可以 或者是推 这个推相对来讲就不好了 实际上我们是把它给转过来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这都不好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认为 这个cube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flip也是可以的 我在这里边选用的是什么 选用的是pop 就变成这样了 这样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视觉冲击力 然后接下来你也可以想象 如果你看了这个教程的话 你可以知道这个是怎么变成整个一个 一满页的 就是把它直接拉过来 然后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神奇移动 把它给做成一个大图 实际上这个就可以把它 你知道原来是在这的吗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大的图 把它给放在这么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上边 然后接下来呢 用一个神奇移动 MeshMove 它直接就放大了 这非常帅的一个动画效果 我们已经屡次提到了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发现啊 我说这个怎么样把这个 演讲者注视 这个部分做好 然后呢 有个这么一个动画效果 你看啊 实际上呢 这个图和这个图是分开的 这个图呢 首先截出一个屏 然后呢 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再把这个图 缩到跟它完全相同的 这么一个位置上面 然后把它放好 用一个神奇移动 那么这个图呢 就貌似就是从一个全屏的 缩到这个框里边来了 然后呢 后边这个出现啊 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作弊的 一个手法 再看一下 缩小 其实你知道它不是完美的 它不是完美的 它中间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叠画 你看 这个叠画 但是呢 意思是对的啊 就是它能够让观众看明白 我这个东西缩回来了 这就可以了啊 然后再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又回到这一页 就总结一下 说这就是给人讲的话能骗 然后他又回到这个位置了 仍然是神奇移动嘛 这个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去了解 神奇移动 然后接下来呢 我做一个进一步的总结 说这就是给人讲的幻灯片 这个灰色的透明度啊 和这个话筒怎么出来的 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至于后边的这些呢 都非常非常简单了啊 就一页一页出来 一页硬切啊 把这些东西摆好就可以了 这个图表啊 这图表怎么做 chart选2D的啊 然后呢 在这边去选择它的样式 配色等等啊 这些东西 比如说用一个这个 然后呢 把它拉过来 这不就可以了吗 怎么样把这些把这个把这个字去掉 是吧 在这里边点这个format当中的values 把这个value把这个点掉就可以了啊 这个value这些东西 同时点上 然后呢 value去掉 这就可以了吗 啊 然后这些 那么这些不同的图 不同的图 不同的图 那最后呢 我讲到 你也可以做这么一件幻灯片 然后呢 来给人讲 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能够有什么呢 次序啊 次序 所以你会发现啊 每一页呢 都是把这个次序展示出来 这一页呢 就是把后边这些字嘛 调成浅灰色嘛 调成浅灰色 然后把这个字保留成黑色 到了这一页的时候呢 把这个页 把这个画变成浅黑色 然后把这个变成黑色啊 其他的不变 然后每一页之间用什么呢 每一页之间用什么东西来过渡呢 用擦除啊 这个擦除呢 是从上到下擦除 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 它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移动感 你看到啊 比如说我在这播放 好 它现在灰掉了 往下擦除 擦除 擦除 往下 它擦除 从上到下擦除 有个从上到下的一个感觉 当然你也可以用什么呢 你也可以用dissolve 你也可以用剑影 那么这个剑影剑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不用wipe 我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dissolve 然后呢 接下来你会看到啊 比如说这样 哎 这样它就没有从上到下的那种刷 刷的那种感觉了啊 它只是有一个引掉 然后这个突出出来的 就是这种 这种感觉 仍然没有刚才的这个擦除啊 这么明显的进行到下边了 哎 到下边了 到下边了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区别啊 也不细心的人是看不到的 但是呢 如果你细心的话 你会知道选择擦除 在这里边要比dissolve 这个动画效果要好一些 这就是关于这个换灯片啊 整套换灯片做制作啊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你知道我进行一个十几分钟演讲啊 可能做了二十二三十页啊 三十多页这个换灯片 这个掌握了一个很好的节奏 并且呢 这里边图文并茂 包括图表啊 这些展示非常清晰啊 希望你也能够尽快的做出这样的一个一个 环灯片 以配合你的演讲内容 以正确的方式制作环灯片进行更有需要的沟通